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它从未停止发问 问人类永恒的命题 问社会的变革与浪潮 问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始终在回忆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 三校一所的创业求俗 到2000年应运而生的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从2016年更名大学 到2021年获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稀释争长 波澜壮阔 初心如盘 一代代上映人 高具应用技术旗帜 在自强奋进的灰红叙事中 回应时代 回应使命 回应未来 七十载一路走来 融入我们血脉的 是心有大 自成报国的家国情怀 宁克与我们内心深处的 是为党欲人 为国欲彩的初心实验 交足于我们几两宗的 是赫德经济 砥砺之心的精神品格 作为中国第一所 以应用技术命名的高等院校 学校已成为 具有本寿博培养层次 特色鲜明的 上海市重点建设 高水平应用 创新型大学 致力于培养具有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过应本领 拥担责任等 高素质应用 创新型人才 学校全面提高 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以区域经济发展 及行业产业发展为导向 不断深化 产教融合 协同创新 协同与人等 人才培养模式 打造以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上海市应用型 本科试点专业被引领的 特色专业集群 着力提升学生 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推进卓越工程师 教育培养计划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进入全球工程教育方针 建设国家级工程实践教学中心 上海市级现代产业学院 引起入教 导教入起 促进人才培养方案 精准对接 推进科学家 加工程师模式 以跨学科 校企道师团队联合培养 大造产 教融合 卓越研究生 教育体系 在互联网加 挑战杯 知情杯等赛事中 上映学资 上映学资 家技频传 全国最美大学生 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中国大学生自强知心标兵等优秀学资光芒绽放 这里有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 有活力担当的青年才俊 长江学者 全国优秀教师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首席科学家 狂大严实教师团队负责人 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等 一批批大先生 郝老师 潜心从教 担心育才 让每一颗求知的心 都得到回应 让每一次探索的脚步都坚定自信 教育强国 上映何为的回答 质地有声 在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下 作为上海市应用技术型高校第一梯队 学校不断优化学科布局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盘高峰 宠一流 强特色 构建学科家产业体系 确立三大特色学科群 香料香精化妆品学科 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牵引服务香料香精化妆品 全产业链 创新发展 心怀国之大者 坚持四个面向 学校深化 有组织科研 聚集大团队 构建大平台 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助理核心技术攻关 以突破性科研成果 回应国之所需 民之所用 学校主动回应企业科技创新需求 推进正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 与地方政府 头部企业 科研院所等 工建研究院 协同创新平台 产学研工作站等 一百二十余个 获凭中国产学研 合作创新示范基地 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脉动里 学校正加速成为 长三角应用研究和工程技术开发的 创新测源地 科技强国 上映合围的回答 响亮有力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和老挝 学校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 为中老铁路培养 首批老挝铁道工程师 国际化人才培养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充分肯定 学校不断深化 国际合作与交流 积极拓展高水平教育 对外开放新路径 与全球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 一百五十余所高等院校 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 创办中欧知识产权学院 国际化妆品学院 成立一带一路 蓝煤铁路互联互通中心 获批一带一路 国际联合实验室 从基础设施硬联通 到科教人文软联通 让世界听见 来自上映的声量 我们从服务现代工业发展中 揭取出现力量 从复事业经济社会发展中 彰显技术新国情怀 主动借过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激励棒 以新的作为 创造新的成绩 推动学校事业发展 再谱新篇章 再创新辉煌 西智文脉 新火相传 厚得经济 砥砺之行 近二十万名优秀毕业生 从这里走出 传承丰富着上映人的精神铺系 成为投身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的行业精英 和社会动凉 以德语人 以文化人 这里是美丽的校园 是文化的沃土 是精神的家园 永不放弃 永不言败的奋斗品格 激活了师生的情怀与梦想 一次次拼搏 以长长感动 以向向荣誉 汇聚成聚 熠熠生辉 每一次回应 都是对初心的坚守 每一次回应 都转化为成长的动力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应新中国建设 知虚而生 应新世界改革 知虚而立 以新时代发展 知虚而新 未来 期待我们的 回应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